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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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 今早早最后一节的问答环节 欢迎大家以电话或电影的形式提问 股票问题 二线电话是2046566 只要电话是ask at bschannel.com 而这一节为大家解答股票问题 就是来自我们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王伟豪 王伟豪 王伟豪 你好 事不宜迟 先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在旁边接通了有钟小姐 钟小姐早上 两位你好 麻烦 我买了几只 麻烦你帮我 1208 麻烦 本身自己什么价位买了 过8 过8买了 过8买了 现价是5抗资源1208 现价是1.73 嘉宁观众过8买了 现在跌跌100% 嘉宁观众有点愁 应该怎么做 如果以反正5抗资源来计 我觉得是有点担心 因为始终一来过8 近期高也追下去 而且以反正5抗资源 虽然之前的牌出了 即10月中左右 叫出了第三季的产量 没错 整体来计算是符合预期 但其实符合预期里面 只是某些增长 某些抵消造成 即不是全面性向好 因为当中来计算是同的产量 比较好一点 但回来新的产量 其实是有个下跌的 所以只是叫做拉上补化之后 才叫做符合预期 不是太有良例 而且你会看到价 但自从公布了第三季产量之后 没错是曾经弹高过 即是正线21号是弹高过 但似乎从我技术上看 弹高完之后 去到大约50天线左右 压近过八度 正线就是加零工座买入价的时候 就立即有个阻力压下来 所以这段叫做比较耐性 就是大家等一等 看能不能再次衝破50天线 假设这一阵能够破50天线 而站得上去的时候 反而乐观一点 可以提高一点也不奇怪 但看回上过久 如果这一阵里面 依然站不回过八度 或者破不了50天线的时候 反而刚才说到的 有点担心 就稍稍去到减一减磅 初步来看 可以认回之前的底 大概1.07元左右 做一个指示的位置 如果认回1.07元 和你大概过八度 去到比较的时候 暂时这样说 都未至于是一成 即是更少一成的一个亏损 所以暂时 提回大概1.07元 穿回的才考虑指示你一利场 好 钟小姐 第二只股份是哪一只 安降 是 347本身自己 今早上高追了 什么价格买 今早上高位 六个仙 现价来说 安降 347本身 现在是4.52元 暂时来说 升价不及100% 见到公布了业绩 安降方面 就是扭规为盈 6300万人民币 稍微收入方面 微增了1.3% 怎样看这只股份 以安降来计算 虽然头三季合起来 数据好像很美 顺利方面 都去到7亿多 纽规 但为何说价升不起呢 其实相关于单季第三季时 因为以半年业绩来说 其实安降已经是 7亿人民币了 即是变相来说 其实这个第三季里 那个纯利 只得大约6千多万 即是变相比较 按季上的倒退 是非常明显 令到那个价来说 今天也不是太弹得起 但以隔壁公众的买入价来说 没错 是叫今天的高位 但不至于叫高追 因为以途比来计算 近期都是不断走低 其实如果以整个趋势去看 算是在低位买到货 我觉得暂时可以多看一会 也不是一个太差的选择 初步来说 如果真的要定下指射位的时候 从图来看 大概放在4.3左右 如果短期真的穿4.3樓下 我会建议才考虑去到指射离场 否则不穿4.3的时候 可以站着线 让我隔壁有没有机会 慢慢有机会 就是弹一弹高一点 上面的 大概4.9左右 做回这一阵目标价 好 钟小姐行不行 还有另外一只高分 626 268 金碟是吗 是的 高追了 走不转到不新 本身是什么位买了 2.7 2.7 可以说是高位 現价来说 金碟回落到2.46 暂时升至2% 今天整个方网股都有反弹 八道方面 第三个月的业绩 好过市场预期 刺激到整个方网股有上升 但这一只来说 对家庭观众的码价 还有一定的距离 应该怎么做部署呢 Wafi 以这一只来计算 虽然有距离 但以形态来说 今天稍微有反弹 或者以早几天开始有回调也好 但立到50天线 2.4左右 都初步见到我支持 所以看一看 大概2.4这些位置 在短期内 能够再继续站得稳 如果只要不穿2.4 我觉得就不用紧急去指示 反而看有没有机会 乘着50天线真的可以站得稳 可以回到大概2.6楼上 暂时逢高 先考虑减一减房 但是当然如果有2.7楼下落的时候 的确是比较高的买落 所以我觉得比较难 即使可以升回你买格之外 更加可以有钱赚 所以暂时先写2.6楼 假设这一阵可以去到2.6楼 考虑去选帮你立场 好 多谢钟小姐的电话查询 希望能够帮到你 稍后一串听一下 一位嘉宁观众电话 在旁边今次有黄小姐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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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什么股份 你好 新闻1117 今天跌了 可不可以将1339 换来他可不可以 好 想人保 转做现代木页 今天见到现代木页 有一个配股消息 连对股价来说 都有一个打击 现在这一刻跌至5% 最近3.43 看到有配股消息 大家宁观众想将人保 换马来到现代木页 你有建议吗 当然 如果以基本面来看 自己对现代木页 都仍看得好 始终它做的行业来看 特别是奶品页的时候 我相信长远点看 各个拆过受惠性 或需求性上看 应该会有个帮助 这些看得比较好 但基本面好还是好 但短期来说 的确都会受到这因素 是叫左右住 一来就刚刚有配股消息 当然今天来说 配股之后 价格不至于走得太弱 好像初步都有些不错的走势 但当然 只是今天第一天发生配股消息 所以不排除大家 会否只因为今天的市场 稍微好一点 才不至于捱沽 假设以明天或过两天来说 市场反复 可能这些近期被减持 或被配股的股份 有机会被倒下 所以就算是想换也好 不要急于价格换 初步 以现代木页来说 当然看大三和四的短线 能够站得稳 站得稳 才考虑慢慢转一转 但当然二来 以你本身的仁保理计 我觉得 其实又不是差 虽然近期就比较闷 但似乎 以大家对乐险的看法 慢慢都是越来越乐观 或者不断说 我们的市场 似乎仍然是正面的时候 我觉得仁保 亦都不至于那么急 考虑去走货 所以我觉得 两者暂时 辞行不要太说先 一来仁保持着先 二来找位 才考虑到现代木页去选择 可以吗? 黄小姐 好 多谢你的电话 顺便和大家跟进 整个内险版块 最新表现 中人秀方面 现在正在20.3 升2毫升幅1% 中国平安59.75 升幅超过1% 中国人保 刚刚说到 现在正在升2 现在正在3.6 中国财险 现在是11.62 升幅超过1% 太平做11.5% 至于太保方面 27.1% 半升2% 新华保险最新升1% 现在做21.25% 好 这次的问题环节就差不多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将会在半日总结的环节 和大家回顾上半周 大市的表现 以及个别股份的移动表现 稍后再聊 新华